想不到啊想不到 我堂堂的黑暗帝王的手下里 竟然混进了奥特曼 经过我的调查 你们四个当中有一个是奥特曼假扮的 不是安 安可是玉米棒子雷的王 最讨厌的就是奥特曼 更不可能是我 奥特曼长得那么丑 哪像我长得这么帅和迷人 最不可能的就是我 奥特曼有我的眼睛大吗 最不可能的是我才对 我这么弱小 奥特曼比我厉害多了 好了好了别说了 听说奥特曼都会唱孤勇者 你们每人唱几句我听听 另外只要你在评论区 输入大拇指表情 然后再打一个鲜花表情 就会解锁一个全新的鲜花表情 你认为哪个是奥特曼 就给它鲜花吧 开始 你长得那么胖 你就像猪一样 你和我那么像 长得都一样 猪啊猪啊 这牛大的肺猪 只要站在光里面 就会被载 听听听 人家唱歌是要钱 你唱歌是要命 爱你他爱我 爱你爱你 你爱他爱我 爱你你我都爱他 爱他你爱我 爱吗不爱 只爱吃大肥猪 只要有大肥猪 我就会来吃 听听听 到底是谁爱谁 你把我的搞晕球了 下一个下一个 爱你故事上厕所 上万厕所不吸收 不吸收就去吃饭 到底香不香 香吗 香啊 那味道怎么样 停停停 你这是唱歌啊 你这不是雇佣者 你这是蹲厕所 下一个下一个 爱你破烂的衣裳 却感度命运的强 爱你和我那么香 却口都一样 骑马 骑马 这破烂的披风 好了好了 什么破烂的披风 唱的什么破烂玩意儿 这可难搞了啊 都唱的这么难听 小朋友们 你们帮我找找 看看谁是奥特曼假装的 如果能帮我找出来 我以后就不当坏人了 我发誓 我说的都是真的 如果是假话 我的儿子出门掉河里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好呀 我是贝利亚 我今天要去做好人好事 支持我做好事的 给我三朵鲜花 不支持我的 给我四个狗头 大家快看 那边桥上有个小朋友 他肯定要回家 又害怕过这座大桥 我就帮他一把吧 于是贝利亚跑过去 直接扛起小孩就跑了 然后直接飞到了桥对面 好了小朋友 快点回家吧 不要感谢我 我走了 嘿嘿 做好事就要不留名 你个大黑鬼 我好不容易 刚从这边走到那边 为什么你又把我送回来了 啊 你个神经病啊 大家快看 那边卖烤肠的小子 这么大的太阳 太辛苦了 天气又闷又热 我怕他会中暑啊 我得帮帮他 于是贝利亚扛着车和人 直接飞走了 来到了一座小岛上 小子 本大爷就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这里海风大凉快 你在这里卖肯定不会中暑 不要感谢我 再见 我在城市里卖得好好的 你把我露到这个孤岛上来 凉事凉快 那我的烤肠卖个谁啊 卖个鲨鱼啊 你这个神经病 你飞走了 我怎么回去啊 大家快看 那边有个流浪汉 要死了 太可怜了 死了都没人帮忙 本大爷得帮帮他呀 于是贝利亚便把这人直接给扛走了 然后来到了一块墓地 并且好心的送上了一口棺材 不要感谢我 你就在这里安息吧 再见 我这是在哪里啊 我怎么跑到墓地里来了 我睡得好好的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哪个神经病干的 真是吃饱了撑的 还给我搞了口棺材 这木头不错啊 拿回家烤火 肯定暖活呀 小朋友们 今天我做了三件好事 大家没有白支持我 很感人吧 我觉得做好人好事这种事 真的心里特别舒服 以后我打算每天都做 支持我就点个赞吧 奇怪的蛋 小赛罗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突然发现路边草丛里 有一只奇怪的蛋 蛋非常的大 表面还有花纹 他趴在地上看了半天 见蛋没有任何的反应 于是便把蛋放进书包 高高兴兴的回了家 此时的赛罗和格力乔 正在院子里聊天 发现小赛罗带回一只巨大的蛋 便问他是哪里来的 小赛罗说是路边捡的 赛罗听说了是捡回来的 便训斥小赛罗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也许这是别人丢失的 正在努力寻找 也许这是很危险的东西 带回家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所以要交给警察 格力乔却反对赛罗说 反正是捡来的又不是偷的 别人要是来要了 还回去也不迟啊 就一只普通的蛋嘛 出了大了点有什么可怕的 小朋友们 你们认为赛罗和格力乔的说法 你支持谁了 支持赛罗的点个赞 然后回复狗头表情 支持格力乔的也先点个赞 回复鲜花表情哦 最后一家人不欢而散 反正赛罗是决定 明天一大早就交给警察 这种不明来历的东西 太危险了 第二天小赛罗准备上学 来到院子里发现 昨天的蛋已经没有了 只剩下零星的蛋壳 而院子里竟然多了一头野猪怪兽 野猪闻到小赛罗身上的味道之后 一直跟在小赛罗屁股后面 不断的叫小赛罗妈妈 小赛罗吓得赶紧跑啊 可是无论他跑到哪里 野猪就跟到哪里 而且半路上不知从哪里 又跑出来一头野猪 疯狂的追着小赛罗 小赛罗欲哭无泪啊 大喊道 我不要当野猪的妈妈呀 不要再追我了 我不要当野猪的妈妈呀 小朋友们 小赛罗这就是教训 你们认为在路边捡到奇怪的东西 该怎么做呢 可以评论区留言哦 今天有非常劲爆的好消息 要告诉大家 黑老黑要给我唱歌 大家想不想听 想听就对了 就怕你听不到最后 开始之前可以给我点个赞哦 我是帅哥贝利亚 长得顶呱呱 帅气迷人 英俊潇洒 大家都把我夸 我手里抱着打吉他 唱得太好了 赛罗提纳 哗啦啦啦啦啦啦 眼泪要流下 你给我拿过来吧你 我让你流下 我让你流下 唱得这么难听 还想让我眼泪流下 我看你是爸爸吃多了吧你 小朋友们 贝利亚这首小猫驴儿 你会打多少分啊 反正我是觉得太难听了 歌曲都唱完了 他还啊的一下把我吓一跳 所有奥迷都知道 杰德喜欢许坑人的愿望 什么愿望他都能实现 还可以帮助别人实现愿望 天哪 他又要开始了 我许愿赛罗飞不动 此时的赛罗正在地球巡逻 就在这时 他感觉一阵投影不选 突然间失去了飞行能力 轩的一下就从天上掉下去了 瞎尖一声 摔得七阴八速 还啃了一嘴的泥 小朋友们 就当没有看到啊 认为没有看到的评论 大拇指加鲜花 解锁鲜花表情 认为看到的评论 狗头加抱拳 解锁狗头表情 让我看看你究竟是看到了 还是没有看到 我许愿 戴拉头上长个包 此时的戴拉正骑着他的宠物马 在海边悠闲地散步 这时天空突然一道黑影袭来 一辆大货车从天而降 把戴拉砸了个狗吃屎 半天他才从车底下爬起来 来来个兄弟 这是走了什么狗吃屎 天上掉辆车就算了 还给我脑袋砸个大包 要是被我知道是谁干的 我弄死他 我许愿贝利亚洗澡遇到鲨鱼 此时的贝利亚正在海边 由于天太热 他直接跳进了海水里洗澡 当他游到海底正舒服的时候 面前突然出现一条大鲨鱼 他赶紧躲进水草里 当他慢慢游出水草的时候 又发现一群大鲨鱼 正虎视眈眈的盯着他 贝利亚吓得屁滚要流 夹着尾巴疯狂逃窜 从来以后他再也不敢下河洗澡了 你不要过来啊 我许愿 加古拉骑着奶牛 在街上奔跑 此时的加古拉正在大街上行走 突然屁股下面一顶 一头奶牛拖起他就往前面奔跑 加古拉大叫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但是奶牛根本听不懂 从此地球上总是有人会看到 有一个宇宙人 骑着奶牛在城市里狂奔 在草原上狂奔 嘴里好像还喊着 放我下来 我的愿望都实现了 不知道你有什么愿望 想要我实现的呢 评论区给我留言哦